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海南城自由贸易区自由里一些什么呢 4月13号习近平出席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会议时表示 中国计划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 计划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 习近平强调支持海南推进改革开放 称支持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等交易场所 欢迎全世界投资者到海南投资参与自贸港的建设 习近平指明经济特区的四个战略定位 即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改革开放的实验平台 改革开放的开拓者 改革开放的实干家 习近平强调 支持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 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 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要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 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卫星导航 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要加强国家南方科研育种基地建设 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技中心 2016年2月海南作为全国服务贸易唯一的试点省 在旅游业等八大方面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全面展开 多位相关研究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 免税及医疗旅游将成为海南第三产业发展未来的两大看点 相关数据显示 此前今年2月份美国彭博社报道 习近平亲自领导的一个改革小组 批准在海南开设赌场 网赌体育博彩和六合彩 这项提案仍处于早期阶段 会为未来批准实体赌场 敞开大门 另有消息人士称 开放博彩业只是海南未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透露 中国领导人已同意在海南西部的东方市 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机场 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海南现在有三个国际机场 但都位于东海岸 分析师认为 未来将是聚焦海南岛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时刻 海南近期政策加码及事件催化 皆是海南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在政策方面 海南在三月再次收紧地产调供政策 显示当地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心 而最新发布的生化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计划 2018至2020年 对今后两年海南环境治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切发展生态优先 在事件方面 博鳌超级医院4月1号 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正式开业 随着先行区里再建医疗机构的陆续完工 海南发展旅游加医疗的模式 海南发展旅游加医疗的模式便已经初见成型 海南政府在抓政策促产业的着力 显示出未来将更多发挥生态环境 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 今年4月的海南概念主题热潮有望持续 之前习近平未在博鳌论坛上提及海南自贸区 海南概念股当日重挫 今天习近平提出建立海南自贸区后 海南概念股一路飙升 从2017年年底开始陆续升温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概念 市场寄望的自贸港概念在本周达到炒作高峰 万德海南国际旅游岛指数本周累计上涨2.73% 其中4月9号、10号、11号分别上涨达9.64%、2.97%和1.88% 本周该指数累计成交额高达46亿多元 成交量达4.8亿股 同时Window海南综合指数本周最高点攀升至3005.56点 是近12周以来第二高位 本周该指数成分股累计成交量高达7.4亿股 成交额高达73亿多元 各股方面 南海投资、中国国旅、海南耶岛、三特索道等个股 本周平均涨幅超过5% 其中南海国际本周累计涨幅达28.32% 仅4月9号一天 海南国际旅游岛概念板块涨幅超过8%的个股就超过30个 而上证宗旨和深圳城旨本周仅分别上涨 百分之零点八九和百分之零点零二 创业板块累计下滑 创业板块累计下跌百分之零点六七 中国自由贸易港指的是在国境内关外设立的 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 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 原则上是指在没有海关干预的情况下 允许货物进口制造再出口 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政府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板的最新举措 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政府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板的最重要举动 其力度和意义堪与八十年代建立深圳特区和九十年代开放普通两件大事相媲美 其核心是营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 对内外资的投资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商业环境 2013年9月27号国务院复批成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 2013年9月27号国务院复批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5年4月国务院决定扩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 复批成立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 2017年3月31号国务院复批成立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七个自贸区 中国的经济学者和国际观察人士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 上海自贸区雷声大雨点小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之际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说 上海自贸区并未取得重大改革成果 报道引述学术界和企业界管理人士表示 除了一些行政手续简化 部分行业的投资有所开放 整体进展步伐即使以中国推进社会化和金融改革的进程模式来衡量的话 也应该说是比较慢的改革力度不大 更有批评声音说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宠物工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长官意识是套在自由贸易区身上的无形枷锁 那么中国继续扩大自贸区实验范围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 中国的自贸区实验会如何进行下去呢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本 stages 什么並不示伴 是我们里面有什么局限界的华尔街电视新闻